《勇創新世界》專題 要看年紀輕輕 擔任巴薩迪娜市 亞太博物館館長的玉瑜 我們要看這位來自中國 武漢的年輕女孩 是如何用她的感性和理性 在短短的時間內 成就她的美國藝術夢想 來聽聽玉瑜的故事 走進巴薩迪娜市的亞太博物館 首先映入眼簾的是拱門後 繡製的小橋流水 很多人可能以為 這裡的館長 應該是穿著長袍馬褂 博學多文的老先生 不過出人意外的是 這位妙齡女孩 就是亞洲博物館的新館長 纖細的身形 圓圓的大眼 來自中國武漢的玉瑜 對好多事情都是 像鳥兒一樣雀躍 才30歲出頭的她幾個月前 才剛接下館長這個重擔 因為對我們來講 我們最主要的是要還原 當時創作者的一個心情 和一個歷史條件 所以你就要去做研究 就要去找很多線索 然後就真的就有一點像 做偵探一樣 因為你要去找到很多 隱藏在不一樣的地方的線索 像這個就是一對嗎 你看 一定是因素 有的時候特別是像 比較遠古一點的東西 因為很多都是 就是從地底下挖出來的 所以其實上面會有很多灰塵 然後我們去櫃圈裡面 去做研究的時候就會一定要 因為要拿在手上 然後會感覺一下 然後有時候就有很多灰塵 然後會落到手上 然後我有時候就會想 這個灰塵會不會是五千年以前的灰塵 所以真的 真正最享受的事情 就是你去看別人的展覽 巴莎迪納亞太博物館 創始於1971年 是當代少數收藏 亞洲藝術作品的博物館 有許多珍稀的館藏 而剛接下館長一職的玉魚 成了創館後 最年輕也是首位亞洲人館長 但對於藝術歷史的鑽研 可不輸給前輩 Paul Cezanne賽上的一副玩牌 然後這是現在比較 西方藝術史裡面 比較經典的一個筆車作品 跟這個比起來的話 所以跟這個比起來的話 你可以看到其實結構比較像 還是有窗戶在後面 你可以好像看到這個山的影子 然後在原來的作品裡面 是兩個人在這裡玩牌 那現在藝術家就把左邊這個人 換成了他自己 有點低著頭 然後也許有一點沮喪 或有一點不知道怎麼辦 然後自己慢慢把自己推出去 這是李超在80年代末的時候 的一副作品叫做 《我不願意賽上玩牌》 所以這個表現就是說 藝術家又很想去跟這些 歐洲的這些思想接觸 但同時他又覺得 不知道怎麼去接觸 這幅畫呈現的矛盾 也凸顯出玉魚 對於藝術世界裡 理性與感性的矛盾 我在LACMA的時候 我是做創作者 在中國叫做研究員 這件事情的話 我們這個房子 能不能夠強勁 整個亞太博物館的管理 就落在玉魚的肩上 博物館稍早 因為面臨經營危機 而由南加大接手 南加大希望能夠藉由 玉魚的才能 來為亞太博物館揭開新頁 從學術角度做一個評論來講 都會覺得 博物館更像一個皇陵 就是把 反正都是從墓裡面 挖出來的東西 然後再拿到外面來展覽 那然後現在慢慢的 整個社會在變化 就會覺得說 我們應該更多地面向 一個更廣泛的觀眾 我們館之所以能夠會想到 說我們想需要 能有一個更年輕的人來 可能也有這些考量 就覺得就會說 你也會你會有一些新的想法 你會跟這些平時 不太容易來博物館的人的 這些群體 有更多的共同語言 和許多學藝術的人相較 玉魚和年輕就擔任館長 讓人新鮮 自從我決定說 我想去一個館廳工作以後 我就一直很執著 然後就好像就覺得 我做的每一件事情 不管是我的職業 還是我的學校 還是我的其他的一些事情 都會覺得 我有一個很clear的go 一定要就是每一步都在 希望能夠離那個go更近一點吧 用理性的步子去完成感性藝術的夢想 不過最終他有一個更簡單的夢 10年 20年後我的夢想就是能夠 所有這種幕後的事情都不需要管 只是去世界各地看博物館 真的 落成18台張憶瑞 王偉林 在巴沙迪娜市的採訪報告